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 竟然非常火红的动画 就是所谓的鬼灭之刃 别小看老师 老师可是把他漫画都已经追完了 动画也已经看了 甚至剧场版的无限列车 老师也跟小朋友一起去电影院把他给追完了 老师虽然有点迂腐 但是还是会看喜欢的动画跟漫画 好,鬼灭之刃这部动画会点进来的 大部分都已经看过了这部漫画 剧情部分老师就不大多说了 老师今天我们从鬼灭之刃这部的漫画 来探讨一下 在不同文化中对于鬼的认识 以及是否真的有呼吸素 还是鬼真的能够斩断脖子之后就会被消灭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关于鬼这个种族的部分 首先在鬼灭之刃里面的鬼 是属于具有肉体的部分 而且是无法照射到阳光 一旦照射到阳光 就会被阳光所烧毁 即使是最终鬼王无惨 都无法避免这个问题 对阳光部分 似乎是比较类似西洋的吸血鬼 对于日本传统的鬼 传统上比较没有是说他们是怕阳光的类型了 而鬼这个字在日文里面 是有着叫做引而未现的意思存在 也就是说 一开始日本传统对于鬼的认识 是跟中华文化一样 是属于看不见摸不着 是人往生之后变成的灵体 而到后面 他会变成具有身体 还有长脚的鬼 是在什么时候开始 是在日本平安时代 也就是差不多在西元794年以后 所开始演化出来的 一般来说 除了这种有长脚的鬼的形象 日本鬼的形象 也可以在另一部日本动漫叫做什么 鬼灯之冷册里面 可以看到 他那个里面主人公鬼灯 也是具有长的脚的鬼神 而演化成为日本特有的日本鬼 就不再是影而不见了 反而是成为了一个具有怪力 肌肉硕大 而且手拿大铁棒的模样出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根据老师的调查 日本鬼之所以会从无形的转为有形的 是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唐朝文化影响 而平安时代 就是开始与唐朝有密切往来的日本朝代 在那个时代开始 日本天皇会派遣遣唐使 向唐朝去操贡、采购 甚至是日本人会到中国去学习唐朝的文化 而为什么平安时代会过去唐朝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唐朝本身是鲜卑人所创立 而所谓的鲜卑人 其实就是匈奴其中的一个分支 而匈奴族或是鲜卑族 原本他们都是草原上的部族 所以基本上他们对于多元种族文化的包容性 是非常广大的所谓的海纳百川 所以唐朝之所以能够成为华人代表的朝代 例如什么 例如在海外你华人居住的地方 我们称他什么叫做唐人街 而绿茶以前也被称作为唐人茶 也就是这个原因了 而这样兼容性文化高等文化 藉由日本潜唐使在长安所见到的萨满 这种驱鬼的跳舞神的形象 所代表这些鬼的面具 还有他的装扮 带回了日本 除了鬼的形象 也包含了唐朝的服装 他们的传统侍女服装 也带回日本 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和服 将中国的泡茶的记忆带回去 就变成日本的茶道 抹茶可不是日本独创的 建筑工法带回去 就建立了京都的雏形 如果各位有看过电视剧 大唐十二时辰 也可以看到老师刚刚讲的类似的事情 而鬼的形象 除了萨满的舞蹈 日本的白鬼夜行 也是属于有形态的类型 不再是人死后的灵魂 自此鬼在日本就成为了一种种族 而不是人死后才会变成的了 而白鬼夜行的原型 其实也可以从中华文化的 三大奇书之一的《山海经》里面 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种族的图案 其实对应来看 白鬼夜行里面很多的资料 可以从那边可以看出来非常的类似 当然大体上 日本的鬼虽然不一定怕阳光 但是还是会设定到 他们会出现在夜晚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除了刚才讲到的一些服装 建筑或是茶道文化 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武术里面的 奇门遁甲 以及阴阳风水之术 在这个时候也传入到日本 而当时的日本阴阳家 认为每一天的丑时 也就是所谓的凌晨1点到3点 是开鬼门的时候 而丑时的丑 又代表地之中的牛 所以鬼头上面就应该要有牛角 而牛的力气很大 所以鬼的力气当然也会很大 所以综合起来 日本的鬼开始产生了什么 大胡子 大眼睛 身上有红的绿的皮肤 眼睛跟铜铃一样大 身上背了铁棒 力大无穷 就是多种文化 所综合产生的 而过去日本鬼的形象 就转为幽灵的概念 与日本的日式鬼的 那种有肉体的形象 就分得很开了 而鬼灭之刃的作者 我们的鳄鱼老师的笔下 就将幽灵跟日本鬼的概念合为一 成为是一个由人变成的鬼 而且兼具西洋吸血鬼的能力 必须由鬼王来去传染 才能够变成的鬼 而且他也害怕太阳 一旦照射到阳光 就会死亡的类型 所以说造成一个新的 中西合并的鬼的种族 而鬼灭之刃里面的鬼杀队 要能成为有用的队员 或是你要成为柱 那么你就必须要学会呼吸术 在漫画里面 还有水之呼吸 岩之呼吸 雷之呼吸 等等日之呼吸之类的 多元的呼吸术 而藉由这种多元的呼吸术 鬼杀队员 可以获得强大的体能 进而打败了这些 藉由鬼王无产 给他们开挂 然后让他们有血鬼术的这些鬼 而呼吸术真的有这个方法吗 老师必须说 如果你把漫画里面当真了 那么也太瞎了 但是呼吸术还真的是有 不过现实上的呼吸术 是没有办法在使用的时候 周遭出现水火还是雷的 但是这些呼吸术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对于武术家运动员 呼吸术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我们一般人在没有练习过之前 我们一般都是用口鼻去呼吸 然后吸入在哪里 吸入到肺里面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但是其实呼吸是一个很细很细的活 他这个技术你把它专业的很好 对你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我们只要调整什么呼吸的频率 深浅就可以影响到我们的体能 心理甚至是精神 例如什么 例如跑马拉松的选手 他除了日常肌肉要锻炼之外 在他长途奔跑的时候 呼吸的均匀 深浅就是非常重要的 而诸如登山家 或者是游泳选手 或者是舞蹈家 甚至是武术家 包含了什么 宗教里面的禅坐 或者是瑜伽 要如何配合呼吸与动作 才能展现出最好的体态以及体能 也是跟呼吸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而我们一般人 你至少如果你学会腹式呼吸 什么是腹式呼吸 就是用腹部去呼吸 那么你就可以对于你的身体的强健度 还有强化自我免疫力 会有很好的一个辅助的效果 而一般人最害怕的是什么 最害怕就是你的呼吸 已经变得气弱油湿 或是你喘不过气了 每当我们害怕或者是紧张 或是烦恼或是恐惧的时候 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我们会不自觉的 把我们呼吸的方式降到最低的进气量 以及频率过于急促 或是过于缓慢 然后我们的身体或是脑子就越来越不清楚 心情会开始起伏 所以当你如果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或是你心情很郁闷 或是很不愉快的时候 很简单 多做几个深呼吸 多做一下伸展操 至少你要多伸几个懒腰 其实当下你的身体或心理的状态 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改善了 不然为什么我们疲倦的时候 会不由自主的打哈欠 就是因为脑袋需要更多的氧气 来让你多做呼吸 而所谓的鬼 到底能不能用刀来把它斩 是不是斩断鬼的脖子 就是消灭鬼的办法 其实在中华文化里面也有斩鬼的科疑 这是有的 还有相关的法器 老师自己也有相关的法器 然后在紧急的时候 或是迫不得已的时候 才会去使用它 当然斩鬼的刀剑跟法器 就不一定是漫画中所形容的 一定要是西宝阳光的日轮刀 或是高温的鹤刀 而说日本刀我们就要讲一下 日本刀它是主要是结合了中华文化里面的刀跟剑的结合 既没有中华文化里面刀的笨重 也没有中华文化里面的剑 它容易折断 剑其实是很容易折断的 中华文化的刀它适合做什么 适合做劈跟砍 而剑最主要是来割伤跟刺激使用的 而日本刀是结合了两者的力量 它既能够刺激也能够劈砍 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刀具 它衍生出来的刀法也是非常的伶俐 例如漫画里面的善意 我欺善意 所使用的雷之呼吸的第一次是什么 雷霆一闪 就是用日本刀所衍生出来的刀法 它是有个正式名称的 它的正式名称应该是所谓的居合斩 也就是所谓日本里面的居合道里面的拔刀术 主要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拔刀一斩来击败敌人 而这种拔刀术其实在另外一部漫画的主人公 叫做斐春剑星 他们所使用的飞天御剑流 里面也是参考 使用了这种居合道里面的拔刀术 而日本独特的日本武士刀法 在唐朝以后的朝代 例如什么宋元明清 日本武士很多转行已经变成海盗了 他们去劫力了中国沿海的各省 打着中国的士兵 无论哪个朝代的都是苦不堪言 甚至日本的武士 已经有以一敌武的战力 来对付中国的士兵 所以直到近代的日军侵华 在晋升肉搏战的时候 两方交战到士兵对战的时候 中国的士兵也是很难的去敌得过 使用日本刀的士兵 当然对有枪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枪的时候 日本刀也不能把子弹切两半了 这是办不到的 我们回到主题 真正能斩鬼的刀 其实关键不是在于刀或是法器本身的上面 而是在于使用者 有没有足够的修行 例如咒力 例如道力 例如法力等等之类的能力 来促使法器能够产生相对应的力量 去消灭了对手 而法器本身也必须使用者 他长期的锻炼 就是他的能力 来让法器本身能够跟使用者来呼应 所以很多人说 我在网路上买一些什么驱魔的法器 什么陶木剑、五雷服 基本上他们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的用品 是必须透过专业人士的处理过 或者是开启过 否则它是没有作用的 就只是一个装饰品 就像磁铁对塑胶是没有用的 他们的频率是不一样 他用法跟作用也是不一样 而真正在不得已要去斩鬼的时候 他是不是一定要瞄准脖子 其实也没有 基本上他已经是武器了 所以只要去能够攻击到对方 对于对方就是很大的一个伤害了 而我们今天谈到的鬼灭之刃 它是一部很有趣的一个漫画 老师很喜欢看 今天老师以另外一个角度 让大家一起来看看 鬼灭之刃之外 另外一个关于鬼的文化以及故事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记得按下关注与订阅小铃铛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